那新北市呢 现在已经 大部分都是五字头的建案了 所以很难找到 四字头三字头的 那已经越来越少了 所以有超过三成呢 都是五字头啊 哎呀这个真的是 全台巨大不易 我们以前说台北巨大不易 现在是全台巨大不易 台湾巨大不易了 好房王 hold to be 房价表 看看邻居卖多少 立即下载 好房王买屋APP 那新北市呢 现在已经 大部分都是五字头的建案了 所以很难找到 四字头三字头的 那已经越来越少了 所以有超过三成呢 都是五字头啊 哎呀这个真的是 全台巨大不易 我们以前说台北巨大不易 现在是全台巨大不易 台湾巨大不易了 但新北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是因为它扩张得很快 所以我刚刚有讲过 土城如果可以卖到30 40 那我凭什么我板桥 或者是我是新装 它会往前推嘛 它就会垫价把价格垫在那里 就像林口A7垫到多少的时候 那我A5未来的温子军那一片 它应该要多少开价 它会稳住那个价格 四十几五十几一定会这样喊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到三重 那当然它就觉得它应该是五六十 那三重就相对庆明了 对不对 它就会这样想 对 那三重又跟着涨上来了 对 它就会很安稳 买的人也很安心 推的人也觉得自己很合理 好 那我们刚才也谈到影响房地产的 这个多空也就是涨跌的因素 非常非常多了 那李市长在这里提出一些 比较新的观念 比如说换季的因素 比如说这个 他们有点像战后婴儿潮的概念 所以他能叫什么潮 就是差不多 无无解放 无无解放 所以是差不多五十几岁的人 这一群刚好是换季的 最主要的中间分子 因为他们口袋里有钱 但是还在职场上 所以李市长提出了一些 比较不同的观点 当然我们回到传统 那除了利率 当然利率现在已经不是太大的问题了 因为即便美国12月在升息 那明年再升息的几率 已经越来越低了 所以升息来到尾声 所以利率的干扰因素就降低了 那么什么样的因素还会存在呢 除了打房因素 这个政策 这个打炒房条例过关之后 大家就以为 政策的因素就消敏了吗 不是的 因为政策永远在推出 新的房地产新政策 来影响这个市场 操盘手的秘密 最新的影片都在好房网 所以请所有的好朋友们 到YouTube订阅好房网 同时一定要记得 打开小铃铛哦